李亚龙都这么不负责任了 你还找他干什么 魏婉回婚姻 他勇敢追寻真相 却再遭打击 李亚龙 你不是说跟我原罪在什么 你都这样在想 我再怎么做 远回比你好 冷酷决绝地抛弃 默默守护的真心 他将如何抉择 李亚龙姐因为我已经签了 什么往回啊 我这腿还能往回吗 小田 咱也跟我签吧 敬请收看图法栏目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第十七集 莲花闹海棠香 莲花闹海棠香 杨柳河畔鸳鸯芒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啊 连礼节 愁难断 两家争闹 儿女伤 爸 我该怎么办啊 情难了 失业伤 壮志难愁 独徘徊 看到你这么迅速啊 我试着放上去 恩怨是 误解相议 齐心协力 更换烂 我房大人不会再做故事里的事 莲花依旧 闹海棠 红法栏目剧 十九集迎续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干姐 来两根饼 加弹加肠上 干啥呢 你说 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抓你了 别吼 你吼不吼这是 警察上场 我吼 你要不想回来 你别回来啊 你 成天欺负自己欺负 你算什么呗 海浪哥 对了 咱们离婚吧 珍惜一下 你的眼前人 小姐 回家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 小脸 小脸 我饿不了他 你要是真放不下 就去找他谈谈 我王开帝叫贝子 指着你这个儿媳妇 一大早你要去哪儿啊 姐夫 你在买什么呀 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 就应该替我隐瞒这个事情 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再也不折腾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莲花闹海棠 第二部 第十七集 杜家的两个女儿情感 备受波折 大女儿杜燕 跟丈夫黄大力 经历了种种事件 流产 出轨 两个人的情感 是一波三折 那么因为杜燕再度怀孕 才彻底打开了心结 杜家的二女儿杜小莲 现在沉浸在婚变的痛苦当中 后来呢 在婆婆的劝慰之下 她决定亲自进城 去找李海龙 问个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再做出决定 是否要结束这段回事 那么杜小莲进城 能找到她想要的答案吗 另外呢 杨阳一直喜欢杜小莲 但是呢 她也不知道 这种喜欢到底怎么表达 所以只能把她放在心里 那现在呢 看到杜小莲 因为李海龙的备受煎熬 她呢 就会想一些办法 来帮助杜小莲 小莲 小莲 怎么了 我 你没法烧啊 我还以为你烧傻了呢 你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你傻 李海龙都这么不负责任了 你还找他干什么 我们的事情 你就别掺和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给我不放心 你去干嘛呀 别再去给我添乱了好了 我跟她之间的事情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回去吧 我怎么叫添乱呢 你自己怎么去啊 这么热的天 一万一处熟走的办 要不这样 我开车送你去 别想了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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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容易 走 走 走 瑋老婆 简单 说实话 是不是还惦记他呢 你看你 干嘛非要这么折磨你自己呢 明明心里头有他 你还非要 行了啊 没事干了是吧 忙你的钱 我可告诉你啊 你这样做他未必过得开心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再考虑考虑 现在晚回还来得及 省得到时候 怎么晚回啊 我这腿还能晚回吗 哥 能不能不泄气啊 那亏我还给你找了个老中医呢 听说可牛了 对你的腿肯定有帮助 我这腿什么情况 我清楚 没得救了 行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你 你谢我干嘛呀 这花店还不是你帮我开的 要不然 我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是我谢谢你才对 你要真觉着拖累我呀 那你就拿出天不怕地不怕 李海龙的样子 把腿给我支好了 好好给我看店 到时候我招不了你 好了 抱一下给你点力量 哎哎哎哎 力量我收到了啊 这抱算了吗 管你呢 我就是要抱你 喂喂 没打扰你们两口子兄爱吧 没事我们俩老这样 对了我中午订的花抱好了没 在里面的给你拿下 行 以后你需要什么跟我说一声 我跟你送家门口 好 不过呀我可真羡慕了 你在外面拼命找她 可她呢 我真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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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送你香水百合 那味儿啊我老公闻不了 过敏了 嗯 你们哎挺好的啊 哎我说啊 你可真享福啊 这老婆既漂亮又能干 你可得好好对她啊 我走了啊 那行 姐下次买什么给你打折啊 行 幸福享两口 咱们本来就是幸福享两口 小莲 小莲 小莲你别哭啊 啊 生活还得继续 咱们得往前看 你厉害了 你不是说跟我原子一三生吗 你也是 究竟我哪里坐得不好 你不要离开我 把这眼睛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还想办 你怎么这么傻 你为什么这样对自己啊 你放开我 你走 我已经可以 这位 你动手 她真的不知道你这样对她 你怎么这么傻 我就是想保护你 我不会再两人伤害你 你相信我 别说了 爱无弄情依 我死在人间 装满住的一银河章 来了来了 来 晓妍晓妍回家 叔叔 小莲啊小莲 你怎么不说一声 你就进阵找海龙了 我跟你说 你妈现在还在气头上来 你可倒好 就成这样才回家 叔叔 先别说了 赶紧复杂回屋吧 家里有蜂蜜水吗 泡点给他喝 是不是又让海龙给气的 小莲 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 哎呀 不过 他还是挺难受的 这个傻丫头 小猴子 谁呀 啊 你赶紧回去吧 省得一会儿给闹起来了 行 您急着泡蜂蜜水给他 好啊赶紧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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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收获没有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 你要是真喜欢小莲 就应该多想想爸爸 我 我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吗 把我把我喜欢 你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来 杨阳 杨阳 干啥子 我 你来给杨阳下啥子来 哎哟 你是生怕事情搞不大 是不是 是吗 又不会了 啥子不会 杨阳 杨阳 我警告你 要是再复告 不要管我对的不客气 杨阳 你还想给你 杨阳刚在那儿出去 杨阳 滚回房间去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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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跑到哪儿去 招呼也不大一个 你说完两个的 啊 杨阳 你听我说几句话 有点 有点 我心里闷着 好 好 奶奶 我跟您说实话 这两天 我陪着小莲 去城里找李亚龙了 嘿嘿 我都晓得了 找到别的 找到我 看到李亚龙跟那女子在一起 奶奶 我现在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小人吧 是小人吧 奶奶原来怎么跟你说的 您说那些道理 您孙子我都懂 可是每当我 看到她难受 看到她不舒服 我就管不住我自己了 我就是想保护她 奶奶 您是过来人 您觉得 我该怎么办 感情的事 你控制不了 也勉强不来 怕的呀 都是爱上同一个人 奶奶 我是真的喜欢小莲 其实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得到她 只要她能够过得幸福 都好了 你说是不是 奶奶能够帮助你的 也都只有那些了 以后的事情 都靠你自己去处理 听话 大夫 怎么样啊 她的腿 你能不能治好啊 这个我也不敢保障 不过我可以配几位要试试 加强一些锻炼 应该会有好软 真的呀 海伦哥 我就说吧 咱们是有希望的 大夫 我这腿 真能治啊 中药啊 在于坚持 只要你不要按时用药 再加一下复健运动 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大夫 大夫 谢谢啊 没有事儿 那我们抓药去 谢谢大夫 慢点 谢谢大夫 太好了海伦哥 小林醒了 都睡了大半天了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妈 你就别问了 别问 我就见不得你这么作见自己 你到城里去 那李海龙怎么说啊 离婚前因为我已经签了 签了 你答应离婚了 小林 小林 你说什么 说什么 让你们李海龙滚回来 离婚 小林 你到城里找到海龙了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就同意离婚了呢 哥 我扶你 慢点 你啊 你今天走的路 算是挺多的了 要不然 我给你烧点热水 咱泡泡泡点 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海龙滚 海龙滚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我知道你花店在哪儿 你们小林口一回家 我就跟着过来了 小林 辛苦 别急啊 是小林让我来的 她让我给你带句话 你难道不想知道 小林让我给你说什么吗 小林让我给你说什么吗 小林让我来的 老师跟你说吧 小林之前 死活都不肯放弃你 一定要到城里来找你 可当她看到 你们小两口 在花店里面打情骂俏的时候 她才彻底绝望 回去就把离婚鞋一签了 好 还有一个事 我觉得 你也有必要知道 小林 答应跟我交往了 好啊 挺好 真的挺好 回去告诉小林 我呀 祝福她 谢谢 不过厉害了我 说实话 我真得好谢谢你 你想啊 如果不是你 做对不起小林的事 小林怎么舍得放弃你 是吧 不过我现在 终于跟小林在一起了 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 我现在特别希望 你会是一个好的人 有担当内容 你不觉得你说的很可笑吗 你都这样伤害小林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呀 我啊 你喜欢说过我赶紧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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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送你一句话 啊 如果哪天 我要是听到半句 你对杜小林不好 我就是搭上我的命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也提醒你一句 你要弄清楚 我和小林的事 跟你还有关系吗 啊 我对她是好是坏 你管得着吗 我在乎 你都这样对小林 我再怎么做也会比你好 好 你够了 你们想让我 开心过 啊 谁敢跟你说啊 不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还是回去吧 海龙哥应该不想看见你 有一个事情 我一直都想问你 李亚龙 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跟你在一起过 你瞎说什么呢 再说了 我们俩再没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 喜欢一个人 却怎么也得不到那个人的心 我知道小林的心理 弄不下任何人 他的心理只有厉害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挺难受的 所以我想知道 你看着李亚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难受又怎样 不难受又怎样 反正我现在觉着 只要能跟海龙哥在一起 其他的我不想多想 我奶奶有一句话说挺对的 爱一个人就是这样 在一起的时候 一觅都体 可得不到他的心 不要害怕 不要 不要 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去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心 与其这个 不如让他们在一起 让他们幸福 你的意思是 不如我们帮他们一下 我们也是 帮我们最喜欢的人 好 客人 离开 别这样 你不心疼你自己 我心疼你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他 你心里放不下他 你就回去找他呀 你干嘛让自己过得那么痛苦呢 原本我觉得吧 得不到你的心 得到你的人也好 可现在我明白了 这样做不对 你不幸福 我也不幸福 一点都不幸福 海龙哥 我认输了 福哥你真的想回去找他 你就回去 好吗 梁花白海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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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柳河畔鸳鸯忙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不好啊 连礼节 愁难断 两家争闹 儿女伤 爸 我该怎么办啊 情难了 事业伤 壮志难愁 独彤 看到你这么幸福 我是不是放上去 恩怨是 误解香 齐心协力 不患烂 我放大地不愧在做故事里的事 莲花依旧 《闹海塘》 《头发栏目》剧 十九集营续剧 《莲花闹海塘》 第二季 李海龙此时此刻是百感交集 当然 他偏执地认为啊 自己的腿有了残疾了 从此以后就配不上杜小莲了 所以他觉得我干脆走吧 他觉得跟杜小莲离了婚 就是给小莲创造了 获得幸福的结果 而杜小莲心中认定的幸福 却是和李海龙长相四守 过着粗茶淡饭的小日子 那么因为这份误解和深情 这对恋人也是备受煎熬啊 现在杨阳和田小莲 看到彼此的心上人如此痛苦 他们终于才明白了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爱 那当然他们也会帮助到李海龙和杜小莲 那所以海龙跟小莲的情感 又能否出现转机呢 另外让我们欣慰的是黄大力 他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 他的这一份证词非常重要 佟清明洗清了自己的冤屈 做一个村主任 一个积极有为的年轻人 他做得很好 他要改变杨柳尊 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就没想到自己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很多目击 爷爷离世的哀痛还未散去 身陷淋雨的阴影还未消除 佟清明这一次又能否重拾信念 摆脱困境再度振作起来呢 我还不出来吗 熊婆婆 你就放心吧 童主儿啊一定会没事的 余感水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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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婆婆 出来了 熊婆婆 你怎么也来了 熊婆婆呀 是担心你呀 说清楚了 没得死 没事了 我听说是黄大利给我做照的 那个黄大利啊 不值得留在告诉我们名堂 我都晓得我的事 我们同志 不会干那个违法的事情 别走的时候 叫我好好地照顾你 我没想到会出那种事情 只要出来就好了 熊婆婆 你连今天老婆都是绷得进今儿里 回去 好好地休息休息 来 好 熊婆婆 那我们走吧 好 好 爷爷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真的没有能力 继续再当这个村主人 村民们 或许已经不再信任我了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也许 我让您失望了 痛心面 熊婆婆 你家里哭哭哭哭哭的干什么 大姐 你看你现在那个样子 你还有年代的爷爷分钱来 当初那个有干劲 有憧憬的痛心面 到哪里去了 都因为那个小小的一个误会 你都一决不争了吗 是我辜负了大家 养老员现在也停工了 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那不是你的问题 养老员 是因为缺乏资金 而停工 更何况 建立养老员能够打一个工程 难免遇到一些问题 要是原来的你 一定会带领大家上办法 解决困难 而不是像你现在能够 在那里哭哭哭哭哭哭的 唱啥子话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 继续留在洋楼村 我会辞职 离开这儿 你都能够辞职走人 对待起的爷爷 对待起我们 我们兄家 没得一个像你能够没得出息的人 根本不配住我们兄家 我是说 爷爷如果还在死 一定会骂你没得出息 给他丢脸 对 是我给他丢脸了 爷爷 对不起 现在不是说对不起的时候 你既然知道对不起他 你都应该勇敢地站起来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证明了你的清白 大家会更相信你 更理解你 更何况 现在养老员面临困难 更需要一个人 去带领大家 面对困难 解决困难 当初大家 正是因为相信你 才支持你 健养老员 如果你要欲走了之 对得起那些 相信你 我也不想对不起大家的心 那都对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你爷爷的战天之力 也相信你 一定不会让他丢脸 不过两个 我兄弟太婆 一定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什么 你爷爷曾经是一个好存在 我不想看到他的妹妹 被你给糟蹋了 所以 你必须勇敢地站起来 为了养老村 为了相信你的那些村民 去努力 您说得对 我不能因为自己 毁了爷爷的名誉 毁了我们同家的名誉 孙婆婆 谢谢您 要不是您刚才那番话 我可能真的会一直消沉下去 那就真的辜负大家了 鞋都不用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加油 新年 通过 你你在天之力 一定要保有新年 平安不死 我答应你 以后 一定好好地找老新年 一定好好地找老新年 坐 来来来 叶子 我听说 大力是谁自首的 对 对不起啊 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应该我跟你说对不起的 我知道 肯定是你劝他去的 为了帮我 不是 新年 新年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是我劝大力去自首的 但不仅仅是为了帮你 我想经过这个事情 大力一定会有所改变 以前的日子过成那样 以前的日子过成那样 应该是他心里的姐妹打开 经过这个事情 应该差不多了吧 所以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的 对 你一定会好好的 你 这段时间 大家就想说 杜晓妮帮人代理出人了 之前她还可能挺好的 可最近她发生了一些事情 还请假来别 出什么事了 是李海龙去了厂米 说是要跟杜晓妮老离婚 对了 李海龙是跟那个田晓妮去的厂米 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杜晓妮哥 杜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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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事吗 杜晓妮 我们家大力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还不好说 这杜晓妮都放出来了 那警察会不会怀疑咱们家大力 心爱她呢 别别 human 杜晓妮 不管什么 全 cloth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们怎么来的 我正找你呢 上次那个工程款你没给我 叫我今天帮兄弟 dressing这个 beautiful 都是养家糊 worried 我老婆孩子的 我这些时间没办法呀 你也能够多想个招子呢 各位乡亲 之前因为一些误会 大家对同主人 有了偏见 认为他背着大家 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但是 经过警方的调查 现在已经证实了 他的清白 现在同主人回来了 我这个带领村主任的位置 也终于可以还给他了 下面 我们掌声有请 同主人发言 好 相亲们 前段时间呢 因为我的疏忽 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大家担心了 在此呢 我向大家道歉 对不起 谢谢 近一段时间的情况呢 哎呀 你废什么话呀 这养老院停工了为什么呀 啊 你不给大家解释解释 就是 养老院停工的那么久 你们处委会 就没拿个解决的方案 当初让我们投钱的时候 怎么说的 现在呀 钱都已经投到火坑里边去了 我们等不及了 要退钱 就要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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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的对 当初你说的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现在钱都投进去了 哪也拿不出来 你说 这也找个办法解决 是不是 是啊 是 妈 妈 你一个人凑什么热闹啊 我也不想凑着热闹 可 可这关系到咱们家吃饭的问题 我知道 大家都很担心 这毕竟关系到大家的现成利益 现在的情况呢 确实是我们以前没有预养的 但是请大家相信宋文贵 我们一定会想用明确办法 来解决问题 你都成这个样子了 谁也敢相信你 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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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退钱这事 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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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一请 请养养 教员 是遇到些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半途而非 既然同族人说了 要想办法解决 那他都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你们能够闹下去 对哪个都没得好处 我们不闹啊 对自己才没好处呢 你们说是不是 对 对 现在谁还敢相信他呀 必须退钱 是不是 退钱退钱 你许给我把钱退了 我给你们说 建养老院缺的钱 我都算卖掉我城堂所有的房子 我都要帮到通讯院 把养老院建起来 这下你们满意了是吧 姨妈 你凭什么把卖了房子的钱 拿去帮一个外人呢 这你跟他非亲非故的 这凭什么呀 我不同意 你凭啥子不同意 你应该把你的房子 你的钱 留给你的亲孙子杨杨 这好歹我们也是亲戚一场 这你不留给我们 你拿去帮一个外人 你怎么想的 哪个说他是外人 哪个说他是外人 我都是把钱给他 也不会让你占到便宜 我 我占什么便宜啊 不是你问问大伙 你们哪个不是把自己家的家产 留给自己家亲戚的 这话又说回来 你来我们杨柳村 来我们李家 我杨慧芬 还有我们家世君 我们两个哪个不是 安钱马合的伺候你老人家呀 这你现在想要把你的钱 拿去帮一个外人你 这凭什么呀 你们大会说说看 你们会不会把你们自己家的钱 拿去帮一个外人 这几个快乐 今天怎么把钱给外人呢 这几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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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品 斗品他是我的亲孙子 好 什么 这几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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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花板 海塘香 年花板 海塘香 海塘香 杨柳河畔鸳鸳芒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啊 连礼节 愁难断 两家争闹 儿女伤 爸 我该怎么办啊 情难了 事业伤 壮志难愁 独彷徨 看到你这么幸福 我试着放上去 恩怨是 勿解消 齐心协力 共患难 我房大人不会在做故事里的事 莲花依旧 闹海塘 图法栏目剧 十九集延续剧 莲花闹海塘 第二季 童兴明回来了 他信心备受打击 从前边养鱼的事件 到后边自己又被带走调查等等 他对自己开始产生了怀疑 我能不能承担这样的重担 带领着父老乡亲 一起支付奔小康啊 而且他担心在这个村子里 大家不再信任他 没有了村民的信任 这个村主任可是举步为奸 童兴明过去很坚强 尽管他孤苦无助 但是他还有个爷爷 但是现在呢爷爷走了 当然 之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就是他还有一个至亲 就是这个熊婆婆 熊婆婆只想好好守护 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如今童兴明刚刚 与一场牢狱之灾擦肩而过 回到了杨柳村 杨老院 现在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这个资金短缺 现在呢欠了一笔钱干不下去 所以他一回来就是焦头烂合 熊婆婆准备出手帮助童兴明 现在两个人命运已经牵扯到一起了 童兴明又该如何的绅士呢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下期见 链子 我现在真的没心事开玩笑 其实这事就是真的 能不能把我一生来来 同心明就是我的亲孙子 你们的亲标子 行吗 那是童兰兰他他骗你的 那以前童兴明还算是帮助他们住家 这现在他可是李家的人了 哎呀不得了了 是不是认导了 我们家世纪他到底怎么了 令人得的是肝硬化 我觉得为了他 恭喜你 你得逞了